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在学习法剧经故事集 我们已经进入第十一品 老品里面 我们这个单元要讲的是第八个故事 在故事前面的法剧的开示 这个故事讲的正好是佛陀本人的开悟的内容 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佛 了解佛陀 他称为一位觉悟者 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法剧里面 提到的是佛陀自己 他对于他自己的修行 跟开悟的这样的一种 深刻的一个反应 提到的是说 佛陀自己 他看到的真实现象 那佛陀说 多生以来 我 这个就是指着佛陀本人 在轮回中寻找 但找不到建造此防射的人 不断的轮回 实在苦啊 这个就是佛陀本人 这个就是佛陀他每一次多生以来修行的一个寻找的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佛陀他可以证悟成为觉悟者 也是因为佛陀他多生以来乃至累劫啊 他就是在寻找 为什么人或是众生一直都在轮回啊 所以他谈到说 他在轮回中寻找 那他寻找的时候呢 他却找不到说 建造这个乌射的人 那这里就有一个辟语 乌射 就是说 指着我们每一个众生啊 以我们人来说呢 就是我们这个射身 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 就好像是一个房子一样 那每一次就是一次的轮回啊 那到底呢 我们这个设身的房子啊 是谁来建造的 所以佛陀啊 他就是有这种智慧 因为呢 他至少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疑问呢 我们可能就觉得说 事实上 世间就是这样子啊 就没有把它当作说 有一个问题去探寻 那没有这种动机 没有这种疑问呢 那他也不会去找到答案 那佛陀呢 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肉身呢 然后呢 在不断的这个轮回里面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苦 所以他看到这个真实的苦 所以我们说 苦极灭道的四地 叫做四圣地的 这个苦啊 这个苦啊 它是真实的 所以叫做地 叫苦地 那这个苦 还不只是说 我们在世间碰到的一些挫折 一些好像苦难的这种苦啊 而是说 真实看到我们生命的这种 轮转不停啊 我们在这个中间 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 我们说 我们这一世被人家生出来 那死了以后 我们下一次 照理呢 我们如果没有完全了解 或者是消除我们 还会被轮回的这个业 那我们一定会是在轮回的啦 这个就是事实如此 可是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啊 所以呢 我们要不受轮回 还真的没有力量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啊 那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真实的现象啊 那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真的是苦 因为我们没自主啊 我们就是不知觉的 就是这个世间 好像走一回了以后 下一次还要再来走一回 然后每一次呢 我们都自己 也不知道我们应该 怎么样子能够 每一次每一次都可以 把它衔接起来啊 就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 这些习性的问题 能够把它调整改善 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这样的时候呢 那也许我们这一次 我们好像有一点点善根啊 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习气啊 那可能我们下一次 我们又不好的习气又更多 然后我们又随着外面的缘啊 又把我们不好的这些的习气去增长 去造不好的业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这样子的轮回已经是苦了 然后又造恶业 就更苦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佛陀的智慧啊 他可以看到轮回的苦 然后呢 他在这个部分呢 他是先谈到佛陀有这样的疑问 而要去找说 为什么我们会轮回 那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间的色身啊 一定是有一个造因的 让我们有这个色身的一个主人啊 就是这个人是谁呢 所以佛陀有这样的疑问 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法句里面啊 就有两段 所以前面这一段就是 佛陀有这样的智慧 有这样的疑问 然后第二句呢 就是佛陀啊 已经找到答案了 所以在这个答案里面呢 佛陀第一句就讲的是 照做乌色的人啊 我已经找到你了 这个部分呢 就回答佛陀智慧的疑问 他要找轮回制造我们这个色身 乌色的人 那佛陀已经找到了 那下面呢 佛陀又谈到的是说 不要再照做乌色了 那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不要再轮回了 那然后呢 佛陀他自己 就更深入的谈到说 我 这是佛陀本人啊 他所有的缘都已经毁灭了 那所有的栋梁都已经摧毁了 我已经证得非缘起法的灭盘了 一切贪爱已经灭除了 那 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让我们知道 佛陀 为什么 他可以断除一切的苦的原因呢 也就是说 他已经 找到了一切的缘 也就是一切的烦恼 欲望 就是 他在 观察里面 他看到说 哦 原来我们的色身啊 是 源由于我们有一个 内在的内心的各种的作用 所推动而成为这个色身的 所以我们通常 把这样子的作用啊 就称作色心恶法 也就是说色是物质性的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肉身啊 那心呢 也就是我们的精神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心理作用 还有反应啊 情绪啊 这些的精神的层面啊 那 这个部分呢 佛陀就 看清楚了 那因为看清楚了 而不再去 照做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内心跟身体 互相的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呢 那 我们不要受轮回 不要受这个受色身的时候呢 那我们应该 要先从我们的内心的精神的层面 去观察 去修炼 所以呢 佛陀在这里 谈到的 也就是说 他不再受 轮回了 那 他不再照做 物色了 那 这样子的一个 真实的层面啊 最主要的是 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一些 烦恼 欲望 他都 没有去执着 所以呢 就没有再照做的因 所以毁灭了 然后呢 所有的栋梁 也都摧毁了 那在这里的栋梁呢 是指着说 根本的无名啊 所以我们说 贪 撑 吃啊 称为说 三大烦恼啊 也就是我们的轮回的根本 那在这里的无名呢 也就是我们推动贪跟撑的 他的一个 好像一种背后的那种推动力 因为 吃是我们对于真实的现象不了解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的事物啊 那我们心里会起执着贪爱 或者是我们会起这个称恨 所以这个部分呢 都可以说是源自于这个吃的无名 因为我们不了解啊 没办法看清楚啊 所以呢 佛陀的能够破除这个轮回啊 基本上还是在于 他真的观察到了我们心的这个三大的烦恼 他能够破除的话 那就真的可以断除轮回啊 也就是说 他已经正入这个涅槃的境界啊 那涅槃的境界呢 也就是没有造作 所以这里提到的说非源其法啦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可以说是佛法里面的这种深入的意理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也确实是要用一种好像我们理解的 然后又要有一种我们内心的这种观察的这种体会 那在佛陀的证悟啊 他都是我们生命的事实的层面 一般以前啊 常常都会说 我们看到人家学佛信佛啊 一般的人都会说 这是迷信啊 那实际上呢 都是对佛法不了解的人 才会这么说啦 我们从佛陀的开悟的内容啊 我们看到的 就是佛陀的智慧啊 就是对我们生命本身的真实的观察 而且呢 是真实的了解 而且能够真实的解决我们的这一些的烦恼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佛陀谈到的说 他所振入到的这个涅槃啊 也都是从自己去实证的 绝对不是迷信 而是真实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对生命的疑问 然后呢 能够真实的积极的去观察 那观察的这些的对象啊 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色身啊 我们这个身体啊 那我们这个身体 它不是没有原因而来的 我们就看每一个人的身体 长相啊 都不一样耶 为什么每一个人的身体长相都不一样呢 如果没有原因的话 怎么会这些的差别呢 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话 那就好像是有一个人是在制造的 可是大家都不一样耶 那到底谁制造的呢 所以从佛陀的开始这里 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那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个色身不一样 连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念头也不一样耶 那这些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 因为我们自己要去想什么 我们对我们看到的对境啊 我们听到的啊 所有的外境啊 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一份的心理的作用啊 我们自己本身在分别 自己在给它分配 自己在给它反映 所以每一个人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真的不一样 可是自己在想什么 应该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的 只是因为我们平常的人呢 我们不愿意客观的观察自己 所以佛称为觉者啊 也就是真正如实要去觉知自己的人 这个就是觉知 那我们能够真实如实的去觉知自己 其实每一个人的这种色身 基本的原理都一样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 它在运作的过程 也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觉察自己很清楚啊 我们也可以了解 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佛陀的 觉悟的经验可以 让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来修行啊 也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 佛陀的一个色身跟心理的 操作的原理 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只是差别在于佛陀 他真的有觉悟啊 他会发问 他会观察 然后他会真正的去实践 去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们没办法观察的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习以为常啊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 我们不愿意花脑筋啊 我们不愿意把他 这个世间啊 把他当作一个探讨的对象 真实的去观察他 要把我们的这个苦啊 要把他当作来一个 真正要研究的对象 我们如果觉得说 我碰到困难 我们只知道苦啊 我们只知道哭啊 我们只知道很难过啊 然后呢 我们要解决的只是说 有什么方法 让我不要难过 那也许我们去伤害别人 那我们就以为是 这样的话 我很快乐 我就不会难过 那实际上 这个不是根本的道理啊 不是这样的方法 而是说 我们要去探讨到 我为什么会难过呢 那我是不是 我自己本身太执着 那我应该把我这个执着拿掉 那那就没有贪爱了 所以佛陀呢 他就是从这样子根本 所以才会说 他呢 把烦恼欲望毁灭了 就是他没有执着 我们自己的贪爱 如果我们有贪爱 那我贪的对象 贪不到 我当然就痛苦了 可是我们看不到 我真正痛苦的原因 是我的那个贪爱 而不是因为 我贪不到东西 那一般的人 如果他只是 觉得说他的痛苦 是贪不到的话 他就会一直在增长 他的贪求的心 而要去贪求对 对象 而不是反观说 我应该把我那个贪爱的源头 去除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 这些乱象 社会的不安 实际上也都是在于说 我们只看到外面 我想要的 我就要 那我心里 要不到 我会痛苦 所以我要满足我的痛苦 我就去伤害别人 实际上这样子 他也得不到快乐 他只是满足了 他的那个 当时的贪爱的 那样子的一种欲望 可是欲望也没办法满足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培养 就是冷静一下 然后我们观察自己 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贪求的心 我们把它减低了 那可能我们的心 也会比较安定一点 那也许我们也就不会一直老是向外求 那越来我们的心就越安定 所以从佛陀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这种例子 佛陀他就在开悟的时候都会说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那当然这个是佛陀的慈悲 那也是事实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秉持的基础都跟佛陀一样的话 就差在于我们要不要也像佛陀一样来观察 要跟佛陀一样来修行 来证悟 是这样 所以这个正好呢 也就是佛陀自己本身 他把他自己的这些的证悟呢 就是呈现给我 一切的人来看待 就是佛陀是这么修行的 所以对照这个故事集里面 题目就是以佛陀的赞美词 也就是说 在佛陀的修行 证悟 那对于整个的佛陀的这样的一个事迹 就是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称作佛陀的赞美词 那实际上里面呢 所谈的也就是佛陀他家庭的一个背景 然后呢 他开始去修行的这一些的过程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提到他是这个静犯王的儿子 那他的母亲呢 摩耶夫人就是生了他 就过七天了就往生了 所以他是由他的姨母 耶稣陀罗 扶养长大了 可是他到了二十九岁的时候呢 他就是为了要 就是去探讨这个人生的真实的现象啊 所以呢 他就离开了 他非常的这种享受的这种皇宫的生活啊 所以就这个骑着白马啊 就出城 出家去修行 那出家以后呢 他就经历了这个六年的苦恨啊 那这里面呢 他也包括呢 他当时就是在恒河的附近 就去参访当时的这个印度 有一些这种修瑜伽的啦 或者修苦恨的啦 这些老师啊 因为印度呢 这个民主啊 他是一个非常重视这种静坐瑜伽的这个民主 因为在印度他的环境非常的特殊 就是白天冷热啊 然后晚上呢 气温他可能会下降到 就是很冷啊 就是10度以下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啊 这个人呢 他一定要修炼一种特殊的能力啊 所以在印度很早以前呢 在这个这种考古学的这种发掘啊 就发现了印度很早 就是几千年前啊 就有这种这种泥的印章啊 他就刻着有这种瑜伽寺在打坐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形象 那就表示说印度民族呢 他们很早就知道有这种静坐修行的方法 那佛陀当时呢 他是差地利 差地利主就是等于他是国王 那当时的宗教是属于婆罗门教 所以是有宗教师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所搭配的故事呢 也就是佛陀他的一个修行的过程 那我们这个内容比较多呢 那我们就要等待下面一个单元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啊 就把佛陀的一个 他的一生就是着重在于他修行的重点 那我们来介绍 那我们现在呢 先就我们刚刚的这个法剧的学习 也了解到说 我们应该对生命要有一些这种观察 要发起这个疑问 而能够达到说 我们真正能够解脱烦恼 能够断轮回 而能够让我们的心 能够真的正到这样子灭盘其境的 这样的状态啊 那我们也把学习的功德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